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坐进了第十代索拿塔的车内啊 整个的座舱的感觉是紧紧的环抱着驾驶员 因为包括它充控屏啊空调面板啊都是朝向你的 紧紧的环抱的感觉 如果熟悉海外版索拿塔的朋友可能还有印象 其实海外版的车型的设计和国产版车型不太一样 主要区别就在于屏幕 海外版呢其实是一个12.3英寸的仪表盘 加一个10.25英寸的中控屏 那么在国内国产版的索拿塔直接变成了12.3英寸的双连屏 就这俩都是12.3 其实双连屏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国消费来说并不陌生对吧 由大奔开创了这个风潮 然后呢很多很多自主品牌都在跟进 包括这个长安啊传奇也都在跟进 但是双连屏呢其实也有高低之分 我教大家怎么去判断啊 一方面是它整个屏幕的这种UI设计 包括这个分辨率 那毫无疑问这个锁时的这个分辨率是非常高 另外就是两个屏幕中间这个接缝 那其实这个肯考验这个供应商的这个供货的质量和水平 那从我目前的这个触摸和这个目测的感觉来说 这个双连屏的这个接缝呢处理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的说完了屏幕呢我们再说一下其他部分啊 大家提到了韩系车肯定绕不开的一个地方就是配置 没错啊就是我们现在这台车呢应该是2.0T的顶配版车型 它有什么呢 基本上你应该说它没有什么 我发现基本上达到四五十万级别这个车型的配置 基本上在这辆车上都有 比如说像座椅通风的加热 比如说像方向管的加热 还有这个空气进化 还有就是包括L2的这个自动驾驶啊 很多很多就是我不再列举这个配置表了 我这个达到的一个想表达的就是 韩系车配置高这个事儿在锁时上继续被发扬光大了 而且我从小到小下得到了就是 未来上市的锁时应该整体配置应该是非常高 除了盖版的入门版为了拉低价格那一版本不算以外 其余的所有车型的配置包括全景天窗 包括LED大灯 还有这个就是定速巡航啊 很多这个配置应该都是标配的 我觉得对于这个满足现在这个中级车很挑剔的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锁时配置方面应该挑不出来什么特别大的方便 那另外就回到最后一块就是实用性方面啊 其实整个锁时因为这次采用了这个按键式的换挡 所以说在这个中间那个操作区域呢 没有这么繁琐 而且它这个无线充电的设置在了前方 它不像很多车型 你必须把手机严丝合缝的放在那里才充得上电 你这样直接放进去 它有一个斜坡直接就充上电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很人性化很巧妙 当然了按键式换挡的放在这里呢 并没有给下方留有一些什么额外的储物空间 这个我觉得也是可能从整体的成本方面一个考虑 那另外说到整个座舱的氛围呢 因为这辆车呢 再重申一点是2.0T的顶配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见整个的座舱 包括它红色的缝线啊 包括它座椅的这种用的皮革的材料 还有这种花纹都是很凸显这种运动的这种感觉在的 我相信可能你去买这个中配 比如说或者是1.5T车型的 可能会没有这么好看的一个座椅 但我觉得至少在顶配车型上 它充分表达了这个车型所要定位的这个运动的感觉 好的 基本上车内呢 就说到这种 我们坐到后排去体验一下它的空间吧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坐进了第10台Solata的后排啊 那刚才在前排忘了说一点 就是座椅的舒适性 其实因为这台车呢 它这个整个包裹性还是比较强的两侧 所以说它的这个 整个乘坐的感觉 包括它的填充啊 包括它皮质的这种触感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唯一有一点就是头枕 前排和后排的填充物略微有一点硬 然后再回到我们这台车上呢 2.0T的顶配 我觉得后排来说 其实更建议大家坐两个人 为什么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大家看两边的这个填充对吧 非常软非常舒适 但中间 对不起 很硬的 因为它是一个扶手 而且它集成了一些这个多媒体控制区啊 包括座椅加热这些按钮 还有一个很大的储物 所以说这个扶手的背面 应该是非常硬的一个填充 另外就是头顶 左右两个座椅的头顶呢 其实都是有一个内凹的一个设计 为了这个增加空间吧 但是中间对不起 还是没有内凹 所以说从这两个这个设计上呢 能看中间这个位置 并不是推荐大家 时常又做人来使用 好的 那看完了整个的乘坐呢 再看一眼这个配置啊 其实后排的位置相对来说 除了这个中央复作以外 其他地方呢比较常规了 后排出风口啊 包括这个充电的这个接口 当然额外说一句啊 测这个副驾驶呢 有一个侧面的一个老板件 它可以调节这个前后左右 有些人对于这老板件 有一些争议 觉得这款车并不是商务的需求 怎么会有老板坐在后排 哎 大家这个有所不知啊 其实呢 我自己车辆其实也是配这个功能的 真正用到这个功能呢 是家里的领导 也算领导吧 就是孩子他妈 因为他呢 坐在后排要给孩子各种的 这个操作一些东西什么的 他很方便就可以去调了 前座的这个空间 然后让孩子啊 在这里边有一些更多的活动空间 所以说这个 这个配置 我觉得对于居家来说 一样是很重要的